我們順便再介紹一下工作室模式跟雙螢幕模式 你看一下工作室模式 有沒有發現變兩個視窗 老師如果這個課程假設是直播的 因為有些老師開直播的課 那你開直播的話 直播可不可以NG NG就出去了對不對 或者說你錄影的時候你覺得他錄比較長 那我可以像這樣子 右手邊 是正在播出的畫面 然後呢左手邊是帶有進廣告的畫面 所以我可以先在這邊 先準備一下這個場景 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等到呢 現在進廣告 或者我們一般錄節目是有騙頭跟騙尾 好那我要轉場 有沒有轉過去了 好我們一開始等同學進來 那等進來之後 我們現在正式上課了 你了解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場景就準備好 那這些都可以命名 好都可以命名 這樣的話你就會比較清楚 哪個課程要進哪個 虛擬生活 就會比較OK 當然你也可以用眼睛的開關 比如說我們PowerPoint講完了 那我這個就不用了 所以我就把PowerPoint的部分 這邊 這邊 因為現在這個出去了 所以我把它按一下轉場 好我在這邊 好PowerPoint的畫面把它收起來 這樣我是回到氣象主播 轉場 如果你不是工作室模式 其實我直接開關就好了 這樣也可以 對不對 好也是OK 所以這個是 我們所謂工作室模式 那第二個 如果你有雙螢幕 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有雙螢幕 事實上最好解決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很辛苦的去辨識說 啊到底你是哪一個視窗 有沒有 如果說 您對軟體操作比較不熟悉 你就會 搞不清楚說到底要用哪一個 但是呢 如果你是 雙螢幕的 很簡單 就跟我們現在這個有點像 也就是一個螢幕 是你的操控端 另外一個螢幕 就是我的準備端 這樣了解嗎 那個播出那一端 播出那一端 所以說 現在這邊 如果我是 雙螢幕的話 我只要把我要播的內容 放到那個螢幕去 有沒有發現 要顯示器結局 這樣最簡單 因為只要出現在那個螢幕上的 全都錄 你都不用管 到底是哪一個 你看我來做一下 雖然我們這邊 這樣又會有回紋 各位知道嗎 我裡面不是有回紋 你終於有我我終於有你 現在的畫面 是我裡面又有我自己 但是我自己面又看到 我的視窗 這樣了解 所以單螢幕就比較不適合這種方法 因為你 就是要把這個 有沒有 寫層次最怕這一種 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叫無限迴缺 層次會 主機會當掉 所以這個 就適合就是你本身是雙螢幕的 這樣 您有比較清楚了吧 但是我也有把這個 但是我們去到 雙螢幕呢